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生有一个儿子 如果赵金士知道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还会和赵崔好好的在一起生活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赵崔是春秋时期静国人 是静文宫崇尔门下的一位贤士 当年延老昏庸的静县公听信狄鸡的话赶走崇尔时 赵崔一直与崇尔在国外过着流氓生活 赵崔对崇尔奔畅的恭敬 一直照顾着崇尔的生活 并且还为崇尔返回静国出谋划策 在静文宫和赵崔逃亡到敌国的时候 敌国的君主献上了书伟和继伟两姐妹给崇尔 崇尔把姐姐书伟嫁给了赵崔做妻子 赵崔和书伟生下了一个儿子 叫赵顿 后来 崇尔返回静国做了国君 成为了静文宫 他非常感谢赵崔这么多年 一直在身边帮助自己 于是就封他做了大官 并且还把自己的女儿金氏嫁给了赵崔 赵金氏不仅相貌端庄 而且知书达理 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国公主就骄傲自大 赵金氏结婚后 为赵崔生下三个儿子 分别是赵童 赵阔和赵英 赵崔在外辅佐静文宫 治理国家 建立霸业 赵金氏 则安分守己在家相夫教子 一家人在静国生活得其乐融融 静文宫 赵金氏 赵费说 现在 赵金氏 赵金氏 是不是应该把敌国的妻儿戒到晋国 一同生活呢 赵崔听到赵基石这样说 一来觉得这件事情 一直没有同妻子将 有些不妥当 二来觉得 作为公主的赵基石 怎么能容得下和别人共处 就认为他只不过是说说罢了 可是赵基石看见赵崔 一直没有去接书为母子来经过的意思 就多次言辞恳切地对丈夫讲 我是你的妻子 她也是你的妻子 我们有三个儿子 你和她也有一个儿子 一有了我们就忘记了他们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他们母子也有享受夫妻 父子之类的权利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尽到一个丈夫 父亲的责任的 请你一定要接他们到晋国来 于是赵崔就把书为母子接到了晋国 赵基石十分高兴 早早就让出了宽敞明亮的房间 吩咐家人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准备了精美的被褥和生活用具 同时他还叮嘱家人 要像对待他和三位公子一样 对待书为和赵顿 赵顿年长于三位公子 虽然一直在帝国生活 但是在母亲的教育下 他的品行很端正 他十分尊敬赵基石 对赵基石的三个儿子也处处礼上 赵基石非常的喜欢他 于是就与夫君商量说 赵顿这个孩子谦逊好学 长大后一定有出息 可以做三个儿子的榜样 我们还是名正言顺的 让他做三个儿子的哥哥吧 同时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们 要尊重和爱戴这个哥哥 赵基石本人 对书为也非常的敬重 他不仅与书为一姐妹相称 还敢念书为 在赵崔流亡时期 对赵崔的照顾 而且还把赵崔的长子 照顾得这样好 说书为是赵家的有功之人 后来他又要求赵崔让书为做正妻 而自己则做了赵崔的妾 明朝的思想家吕崔说 一个普通的女子能够接纳妻妾的存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赵基石作为一个国家的公主 竟然将正妻的位置 让给了他国的一个平常女子 自己来做妾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 同时他还把这个女人的儿子 理作正出的长子 自己的孩子却成了数出的次子 在那个妾树分明的年代 赵基石的贤德大义 真的是少有啊 小朋友们 赵基尊敌的故事今天已经讲完了 听完故事后 你们有什么感触呢 赵基石作为晋国的公主 丝毫没有架子 嫁给赵崔之后 一直安守自己的本分 做一个贤妻良母 赵基石不但贤惠善良 而且他还有一颗十分能包容的心 得知丈夫之前娶过妻子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的情况下 他不但没有生气 还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 还把他们接来与自己同住 并且把正气的位置让了出来 在注重身份地位的古代 这样的胸襟 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小朋友们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 做一个宽宏大度 有气度的人 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爱戴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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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